他抓著我的肩膀,然後搖著 你別那麼嚴肅好嗎? 放開一下自己 就是這樣的一個身體接觸 就已經很覺得,好可愛 嗜孔啊,嗜的確是 本身就是一個相對慢熱的人 就在一個陌生的環境 在一些不太熟悉的朋友 或是同事面前就會相對 就是比較慢熱嘛 就我需要時間慢慢認識對方 也需要時間讓對方慢慢瞭解我 然後我喜歡先觀察一下 哥哥這個節目 因為我一直以來這麼多年 真的應該算是第一次參加 這種類型的正人秀吧 所以對我來說這個就是 就是很真實的 這樣的一個表現 然後得到這樣的大家的回饋 或者是一個評價 我會覺得啊 原來大家還是很不了解我 是有點害怕 包括到現在 其實都是有這樣的狀態 但是唯一只有在演戲 或者在舞台上面 呃 唱歌也好 或者是話劇也好 那個時間 那幾分鐘 或者是 我享受 呃 隱藏在 或者躲在那個 抉擇的 裡面 看到三十幾位 不認識的人 在 這個節目裡面 短短短幾個月 怎麼可以好像 能培養出那樣 深厚的感情 這一點是讓我覺得 很有趣 所以我有時候會想 邊看的時候會想 如果是我是其中一個人 我會 能培養出那樣的感情嗎 還是其實我還挺希望能夠 從這個節目裡面 看看自己是否能夠認識 也不能說 全部都成為好朋友 但是至少 還挺希望能夠找到幾位 很有趣的哥哥 嗯 還挺想 呃 換一種 不同的性格 你說在節目裡面 肯定是 認識了幾位好朋友 呃 其中一位讓我很喜歡的 就是 星哥 阿星 星哥就是那種 第一次見面 就會讓你很舒服的那種個性 我記得有一次 我們在舞台上面 有個主題就是 你能 如果讓你可以借一種東西 你會講借什麼 然後 一開始 我會想說 可能借時間啊 突然想 其實還挺想借一下 星哥的個性 我還記得他有一次看到我 他抓著我的肩膀 在搖 我說 你別那麼 你別那麼嚴肅好嗎 我說 放開一下自己 然後我就覺得 啊 就是 就是這樣的一個身體接触 我就已經覺得 啊 好 好可愛 對我來說可能每一年會選一個 呃 去嘗試一下吧 然後其餘的時間肯定是要回歸到家人 但是有時候 其實還挺想 像剛說的 其實我對於 演戲 包括這些 在舞台表演這些工作 對我來說 並不是不單是個工作那麼簡單 更多的是讓我自己可以抒發自己 釋放自己 也是個平衡人生的一個 是一個方式 很難說的那麼 仔細說 到底我會分多少時間在 在哪一塊 我覺得是緣分吧 都是 就是每一次的 包括哥哥這個節目 包括舞台區 所有的這些節目的出現 都不是在我規劃裡面的 真的我覺得也沒有必要去想太多 沒有必要去規劃太多 這麼多年下來 其實去過很多地方 就因為工作原因去過很多地方 但是很多時候朋友就別問我 你去過哪嗎 我說去過 那你去過哪裡玩 我說啊 感覺每一次都是下了飛機 直接去了酒店 去酒店就趕緊就準備 準備要出發 可能去現場 做個活動做一些工作 工作完之後就 就直接去機場 就離開 要包括拍戲也是 拍戲也是 就是可能到了不同城市拍 天天都在劇組 天天都在拍 就是也沒有多少時間 去到處去走過 我對我來說 我覺得演員很幸運的一點就是 一直以來都會有人 就是通過不同的作品 幫你記錄每一個人的人生的階段 雖然你在演出的時候是 演別人的一個生命 但其實你的狀態多少少都是 有你當課的那個 就是從年輕的時候 都看看 就是一直每一個這樣的都有 有人好像在幫你錄下來 覺得 是不是 我們現在既然有這樣的想法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同時就覺得 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把一些想要記錄下來的東西 就是對 為了滿足自己吧 我覺得 是 我們在那裡 兒子 所以我們有這樣的想法